武德乐 尽在生命辨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高法师同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苦啊 沙里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啊 手相信是一副事 沙里子 是烛发空香 不生不灭 不高不尽不增 不增不见 世故 空中无色 无双相行事 无叶耳闭射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 亦无无明晴 乃至无老四 亦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到 不知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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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请跟我念 只要有一个人的心 去提请佛菩萨 佛菩萨就会降临这个地方 只要有一个人的心 慈悲心 去招请那些受苦的众生 受苦的众生一定来 所以我们的心 真是可以上通诸佛 下达众生 只要有一个人 所以 虽然我们 今天是图难的法会 但是呢 一颗心最重要 所以这一点 你如果相信这个 你就不会 跟人家比较 外表啊 金钱啊 所以 因为就算人死了 他还有这颗心 还在轮回 如果这颗心 能够一直保持在慈悲 那他可能会成员再来 所以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刚刚在外面想 就把它定为叫 慈悲心的生活和修行 所以 为了 普世顿 为了美国 一定有很多众生嘛 所以我们 祈求佛菩萨 降临这个地方 特别这边是个市中心 然后我们今天 来这边之前 下午 去跑了 一二三四 四个墳墓 统统给他带过来 然后 因为这边是百货固执 他们就 很快乐 再来就 买了这么多的食物 要请他们吃啊 所以这些食物 也希望各位 这些大包的 可能我们等一下就送给那边 公园的游民啊 今天才是 他们的万圣节啊 然后明天各位 最好在你家里门口 摆一包食物 因为呢 知道这些饿鬼道 就是要找东西吃嘛 我们修慈悲 当你摆页都越好 其他的你可以 送给很多居士 或是一些 特别是游民啊 跟他们 结缘 这样子 最好了 跟我们念 本师大德 所有生且 加持法会 南无本师 释迦摩尼佛 各位观想 本师从偷利天下来 旁边站的大饭天 一边站的玉皇大帝 三道金梯 让他们走下来 那我们在认今天是天降日啊 功德最大的天降日 所以 然后呢 人间欢喜 因为众生可以离苦 因为佛陀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很重视 请佛注释 如果佛法佛陀在人间 那就是光明在人间 所以来 我为父母众生 一切有情 精进修行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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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所有众生 同享食物 永离饥渴 欧阿哄 好 请放掌 那各位都知道 佛陀讲诗诗的缘起 特别是要超度这些众生 所以 阿难碰到了 咽口鬼 很怕 咽口鬼跟阿难说 你在三天就要死了 那阿难说 那怎么办呢 这个鬼就说 如果你们 你可以为我们 这些可怜的恶鬼道 用食物 我们还有这么多 供养诸佛 那再用食物 来布施给所有的恶鬼道 阿难你三天 不会死 而且长寿无病 那所以阿难就问了佛陀了 佛陀说是真的 但是那个 不是鬼 那个是咽口鬼 是观音菩萨视线的 要帮助你 因为观音菩萨知道 你三天就要舍爆了 要教给你这个 这种上供下施 施的长寿健康法 所以 只是说 阿难就问佛 那我出家人没钱 那佛陀说 你只要 哪一些食物都可以了 会念便食咒 然后呢 就可以观想上供诸佛 一般是念二十一遍 等于所有佛都供完了 念七遍 就供养了所有的天神 世间的三神 那念三遍 就供养了所有的恶鬼道 所以 我们刚刚特别在隔壁去买 那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做 因为我们刚刚跑了四个墳墓 就不能乱放食物 偷偷点一点香 偷偷撒一点米 那一定有很多众生很高兴 但是高兴归高兴 没得吃 没得喝 那我们透过食物 来替他供养 而且来替他补施 所以来 大家给我念 所有甘露食物 翁啊哄 为六道有情 为恶鬼众生 供养诸佛 翁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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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护法诸天 美国境内外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那么 扫瓦 丹太独 瓦瓦 瓦瓦之体 翁 上不来 上不来 哄 我们念七遍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一定很好记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前面是齐情 那我们七遍过了 你就直接念行走 翁上不来 上不来 翁 好不好啊 然后就化为 无量 一遍七 七遍四十九 无量无边 来开始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 上不来哄 翁上不来 翁上不来 好 我希望各位学会这个 如果你相信 而且你又有悲心 哎呀 这个时候好快乐 慈悲最快乐 所以刚刚 他们去超市 师傅你不用去 我一定要去 不是买这些而已 是整个超市 都放在翁上奔了上 那去了 替他们供养 人类买的吃 替他布施 所以 然后呢 这些食物就转为甘露 当然有些食物是荤的 荤的我们就给它转一下 用慈悲心 就给它转一下 我阿比老奔 跟着人们说 或是你念药师 咒 或是你 我把你别没奔 都可以了 悲心才是咒语 了解吗 你什么都不会 你有一个慈悲心 它就会转化 那 当然 这个 布施食物 是佛陀在很多经典 都有提到 特别有一部 《金光明经》 佛陀说 过去世 佛陀在阴地就这样做 而且这一辈子 佛陀能够 金刚不坏的身体 长寿无病的身体 就从这两个行为来 第一个 念一下 布杀生 第二个 布施食物 这是金光明经 两个最重要的 所以 由布杀生 而放生 而吃素 等等等等 所以 那布施食物 佛陀在金光明经里面 做流水 长者子 布施给一万多条鱼的食物 而且跟他念佛 念经 这一万多条鱼 虽然隔天通通死掉了 因为水土不服 他们的水被放掉了 那时候 佛陀做长者子 做有钱人家小孩 借了跟国王借二十头大象 抬到山上去 把那个水补满 然后呢 补满以后 那些鱼就一直跟着 长者子跑来跑去 长者子 鱼为什么要跟我跑 哎呦 大概是肚子饿 所以马上叫他 小孩子回家 把家里要吃的食物 今天不吃了 全部布施给他们吃 吃完以后 又给他们念佛 结果 鱼很快乐 结果隔天 一万多只鱼通通死了 那死了以后 整个国家改变了 为什么 国家降下天上的花 而且整个国家 变成很吉祥 那时候国王就问宅相说 我们国家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宅相说 国王昨天那个长者子 请他爸爸 跟你借二十头大象 你知道二十头大象干嘛 这二十头大象就是 用象把山下的水 到山上的水库 去救那些鱼 那些鱼现在 往生了 结果他们直接升天 直接升天 所以念一下 南无宝济如来 各位一定要念 你只要看到水就要念 南无宝济如来 你只要要煮开水 要喝开水都要念 南无宝济如来 如果你会咒 念咒更好 欧我士波罗摩你萨波合 如果你背不起来的时候 南无宝济如来 那意思是说 水里面你煮开水 这个水里面一定有细菌的 对不对 你只要给它念了宝济如来 那它就可以升天了 所以我们放生 乃至看到海水 看到有动物的尸体 我们都是念南无宝济如来 欧我士波罗摩你萨波 而且每天喝水 都一定要喝 都一定要念 所以 然后水里面的细菌就升天 那一升天 然后它就会感恩人间的一切 特别会感恩你 所以这个整个国家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一个人懂得佛法 能不能改变世界啊 这很容易的方法 我们学佛不要去批评 社会国家政治 我们学佛就用佛法改变这个世界 就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还有一个故事 各位也听过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 很喜欢布施的长者 他家算很有钱 然后呢 看到外面乞丐很多了 所以在这一点 我要提醒各位 美国现在有个问题 很多地方有可怜的游民啊 特别我们在下一站 要去加州啊 洛杉矶啊 听说这边更多 然后这些乞丐 那长者就每天煮很多稀饭啊 给他们吃饭菜 然后有些生病啊 就拿药给他们吃 结果这些乞丐越来越多 从五个变十个变一百个变一千多个 你下回去印度啊 只要两天就变一千多个了 全部要来跟长者要 但是长者一直不知道 到家里通通没饭菜没钱了 他实在很慈悲 但是他怎么做才更好 他就去请示佛陀 他说佛陀 你叫我们修慈悲心 我们实在是很愿意 但是我一直坐坐到家里 山穷水尽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佛陀说 没有问题 你有悲心了 诸天护法都会被你感动 你只要跟我念这个佛号 跟念这个咒语 那你家的仓库就会充满黄金 像下雨一样 这个叫 念一下 余宝纵 各位会不会背啊 我走到全世界都要讲了 余宝纵 就是下雨像宝一样 让你有坐不完的布施 满众生愿 所以念一下 来 把持的持 那么持金刚海音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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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我素多利撒不合 恩我素多利撒不合 那念这个咒你要观想 所有的财宝就降到所有愿意布施人的家庭里面 特别寺庙 善心人士 他们给他们钱 他们才会布施 你给一个 另一个设的 你给他越多钱 他也不想布施 所以在念 恩我素多利撒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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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来念 各位你不用念 你就观想 你家仓库都满了 好不好 但是不要拿去买黄金 买车子 是为了布施的 好 我们要念 我要念七遍 然后呢 各位就观想 这个余宝 保护出 降到所有的银行 所有慈善团体 降到我们咕噜咕雷中心 对不对 降到各位愿意布施的 这边 来 お我素多利撒不合 ом我素多利撒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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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我素多利撒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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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我素多利 撒不合 当愿众生 充满财宝 布施贫穷 离苦得乐 各个无病发财 On wasu to the Sabbath 各位要把它背下来 所以我把这个咒也取名叫 无病发财咒 这是大家需要的 所以特别各个慈善团体 都要去帮助 希望他们都有这个福报 当然他愿意念整部经 也不会太困难 他愿意念长咒 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但是我们至少懂得短咒 On wasu to the Sabbath 所以然后呢 这个佛号忘了以后 你就把它写下来 那么持金刚还因如来 那我想这个就是佛法的殊胜 所以佛法就是 帮助众生的方法叫佛法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众生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世间一定是不圆满的 不圆满的 所以在这种不圆满的世间 那我们如何来让它圆满 它就算发财了 它没有佛法也没用 所以如何让一个 就一个邪知邪见 但是很有钱的人 也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 那你就要帮它念 Om ma ni bè mè om 或是准提满愿咒 Om z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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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poha 就是让它内心里面 也发起一个菩提心的芽 它将来更有钱以后 它就想要去帮助别人 Om z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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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raboha 那我想佛教里面是一种奇愿 所以各位读经叫地藏本愿经 告诉我们地藏菩萨 怎么发愿的 那你读地藏菩萨 今天是地藏菩萨功德加持 因为佛陀到天上 讲了很多经 其中一本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让他们的妈妈 跟很多天神地上的大神明 发起菩提心 除了相信轮回 要赶快忏悔 布施皈依 发起菩提心 而讲这个地藏经 那这个月也叫报恩月 那佛陀为什么要去天上 跟他妈妈讲话呢 因为报父母恩 报母亲的恩 所以那当然站在大乘佛教的地藏经 所有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 所以首先我要来讲几个 佛教里面关于食物的故事 用这个食物如何来跟众生结缘 在佛陀时代有一位 有神通的阿罗汉 他去托波 远远就知道有一只很凶的狗 谁都出家人都不敢走过去那边 因为那只狗 只要不管任何人走过去那边 他就会咬人家 所以有人被他咬了 后来那个人不甘愿 准备今天拿刀子棍子 要去杀那只狗 那这位阿罗汉比丘 他又打坐神通 他知道了 完了 这只狗等一下下午就要被打死了 那我一定要去救他才行 那当然这只狗 你只要给他东西吃 他就不会咬你 他的个性 所以这个比丘啊 中午去托波的最好吃的食物 他就不吃 他就留着 留着呢 然后他就 下午他就走过去那边 那那只狗看到他就在 准备 要叫要咬了 比丘就把食物 倒在地上 而且对那只狗笑 那只狗就很高兴 过来吃那个食物 摇摇尾巴就走了 比丘就给他念 归佛归法归生 远离脱离出生道 当然比丘也知道 等他走了没多久 来杀他呢 就会来了 所以比丘走了以后 那下午两个人过来 趁主人不在 那只狗在叫 他们就把他杀掉了 那这个事情没有过去 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 比丘打坐 他知道这个狗 投胎到哪一家了 然后呢 这个比丘就跑到 那个富贵人家说 你们要不要求儿子啊 他说 哎哟师父你怎么知道 我们在求儿子啊 我们到现在都没生儿子了 没小孩了 比丘说 好 如果你愿意求儿子啊 我帮你念经 但是我告诉你 你儿子生下来哦 如果他想要出家 你应该让他出家 好不好 师父啊 你讲了 如果我能生 我一定送他出家 早就设计好了 所以 然后没多久 他太太真的怀孕了 他们家很高兴 所以比丘也给庆祝他 那你们要守承诺哦 等这个小孩子会讲话了 比丘一过去 小孩子就跪在那边哭啊 因为 这一只小孩子看到出家 你就知道 我前世是那一只被杀死的狗 好 这你给我食物吃 让我得度 所以我非常谢谢你 师父啊 我要跟你出家 这样 所以呢 后来他就跟阿罗汉出家 那没多久 这只狗就振阿罗汉 这个小孩子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各位 平常今天也会 请各位带一些食物回去 因为我看这边 好像很多什么 松鼠 各位就每天拿一个花生 给他吃 给他念念佛 或是你在家里念好了 让这一只松鼠 因为你的因缘 生生世世 他跟你解善缘 这个就是佛教的慈悲 松鼠也好 海鸥也好 鱼也好 所以一只小老鼠也好 一个流浪人也好 各位你都要跟他解缘 因为食物只是一个媒介 但是你这个食物要给他吃前 以一个悲心 给他念个阿弥陀佛 念个欧玛尼勉弘 让他们念一下 吃即解脱 乃至喝即解脱 在这个意思 所以来 现在一人拿一瓶水 等一下我们也用这个水 替他们供养 同样的水也好 食物也好 我都教各位了 用一瓶水 就可以替众生供养诸佛 那等一下回去的时候 各位多拿两三瓶 好不好 这个水给家里人喝 给你的邻居喝 乃至因为 这些食物加持过了 你们也可以送给 隔壁的外国朋友 好吃的 特别是那些游民 让他们有机会 透过吃而得到佛法的价值 这个就是慈悲心 那各位在发水的时候 还是听我讲一个佛陀的故事 佛陀的时代有一位 珍重比丘 珍重再见的珍重 他家是有钱人 但是爸爸很早就死 他是独生子 那这个珍重比丘呢 他就很喜欢去供养出家人 心里就很想 哇 很想出家 但是他的妈妈 最讨厌出家人 每次珍重 拿这些东西 他妈妈给他的东西食物 然后珍重都拿去供养他的师父 他妈妈就很生气 后来呢 他妈妈就跟珍重说 我所有给你的 你都不要拿给你们的师父 不然妈妈会生气 那些出家人光头都不赚钱了 懒惰你还给他 他就这样骂 但是珍重很孝顺 他就不讲话 他就想说 哎呀 哪一天我妈妈百岁了 我就去出家了 但是他妈妈 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 后来他妈妈往生了 珍重就把所有的财产 拿去供养出家人 帮助穷人 然后他就出家了 出家以后精进修行 但是等他出家 大概二十年 慢慢慢慢的 他妈妈直接下地狱 因为毁谤三宝 但是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 因为有时候 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回向 结果呢 珍重一出家 好在他出家 他妈妈就脱离地狱岛 变成恶鬼岛 就像穆建年的妈妈 穆建年妈妈也是下地狱的 好在穆建年出家 他妈妈变恶鬼岛 穆建年拿饭菜给他吃 他妈妈不能吃 后来才问佛陀怎么办 佛陀叫你供养所有阿罗汉 他妈妈才升天 所以珍重出家以后 然后每天精进修行 他妈妈就脱离地狱岛 但是他妈妈每天 做恶鬼岛 就在后面等 他妈妈做什么鬼呢 念一下 食法鬼 就是说你再次 毁谤佛教的人 毁谤佛法的人 你死了以后 只有听佛法的时候 或回向给你的时候 你还离开饥饿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念经 持咒功德很大 有一种食法鬼 他就会离开痛苦 当然你又布施水给他 那更好 最后你又记得回向给他 他搞不好就离苦了 那有一天珍重在树下 打坐的时候 他觉得后面好像有人 结果一回头一看 他看到一个鬼 事实上是他妈妈 全身像火炭一样 然后鬼没有衣服穿 所以他只能用他的头发 绑住他的身体 然后指甲就插到肉里面 然后嘴巴也在吐火 他看到想要跑 结果这个鬼就讲话 珍重啊 我儿子啊 儿子啊 你不要跑啊 珍重一听 他我妈的声音 但是他怎么不是 看起来不像我妈 因为他妈妈 已经烧成那个样子 结果珍重 他的妈妈说 儿子啊 好在你出家 妈妈在地狱多苦啊 多苦啊 但是现在你出家 只要你念完前回向 妈妈就很舒服啊 就很舒服 然后珍重就说 那妈妈那怎么办 我怎么救你呢 然后他妈妈说 你现在只要去帮 我知道你没钱了 你只要帮妈妈用水 去供养你们所有的出家人 我看妈妈就可以离苦了 帮我供养吧 我再次都没供养 结果珍重回去 就问佛陀 佛陀说 真是你妈妈 哇 珍重就哭啊 佛陀说不用哭啦 你就用水 出家人到处都有水 去供养每一位出家人 特别是阿罗汉 求他们的功德 回向你恶鬼道的妈妈 因为你一个力量不高 所以珍重就用了很多水 然后去供养所有比丘 阿罗汉 包括佛陀 然后大家知道原因 就回向给他 所以珍重的妈妈 马上就升天 所以我现在要带着各位 我们手上拿的水啊 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父母 而是所有受苦的 好不好啊 如果你把瓶盖打盖 最好 来 各位念 来 谁有巴德 为父母祖先 所有众生 供养十方佛 消除恶业 六道青涯 然后我们点几滴出去 来 哄阿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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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把瓶盖关起来可以 或者你要喝一口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各位 等一下你从这边要到你家 慢慢点一下 好不好 到处布施了 因为这就是一个慈悲心 当然 对你自己帮助更大 如果你会 会念开咽喉咒 甘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